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他是一位全知全能的善定 在诗篇139篇 诗人也同样去让我们去看到神的全知全在全能的属性 在我们刚刚所读到四十章第二节 耶和华问约伯说 前辩的其可与全能者争论吗 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 因为约伯自己想要有一个公平和神辩论的机会 在十六章的二十一节 约伯这样说 愿人得与神辩白 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 你看到这里神是一个很风趣的神 神就在这里给了约伯为自己辩论的机会 但是我们看一看约伯的回应是什么 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四十章四到五节 约伯说 我是卑贱的 我用什么回答你呢 只好用手无口 约伯在这里他有两个的反应 第一个反应他就是承认他是卑贱的 我们知道在约伯和他的朋友的对话中间 他的朋友不断去定约伯的罪 你受苦是因为你犯罪 但是约伯他觉得非常的冤屈 所以他不断为自己去辩护 特别是我们如果看在约伯记三十一章 约伯把自己的公义列出来 声明自己的冤屈 他说我在律己 待人和侍奉神上 都是无可指摘的 他有列出 我在律己的方面 我不贪恋眼目的情欲 不行虚缓和诡诈的事 在待人方面 他不藐视仆毙 善待孤儿寡猛 而在侍奉神上 他说他不依靠财富 不败偶像 不遮掩罪恶 但是约伯在和神的这一段对话中间 他说他承说自己是一个这样一个 unworthy 这样一个卑贱的人 因为一个无知无能的人 是不能够向全知全能的神去提出质疑的 约伯的第二个反应是 他用手无口 这代表着他的态度 他愿意在神面前 保持一个敬虔 谦卑的态度 保持沉默 他不再开口为自己颠簸 在传道书五章一到三节 你到神的殿 要谨慎脚步 因为敬虔听 胜过愚昧人献疾 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 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 也不可心急发言 因为神在天上 你在地下 所以你的言语要滑少 事物多就令人做梦 言语多就显出一面 今天我们要敬畏神 因为神是创造者 我们是被造物 神是完全的公义圣洁 而我们却是罪人 所以我们要闭口 我们要在神面前 有一个敬畏千辈的态度 今天的经文 不是很长 但我想在 今天我们明修结束的时候 我特别想要邀请大家 用一段经文 去作为反思 在彼得前书五章五到六节 因为神主胆骄傲的人 赐恩给千辈的人 所以你们要自卑 不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 祂必叫你们升高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祂顾念 鼓励我们帝王子们一同去 在今天早上去思考 我们在这位全知全能的神面前 如何保持一颗千辈的心 当我们一起祷告 神爱天父 你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 主要今天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你 当2021年要过去新的一年即将来到 也愿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能够 万机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神给我们的目标直跑 主要求祢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勇气 给我们信心奔着前面的路 感谢赞美神 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请求 阿们